所以我為了不要把他混了 就敞開特工隊或敞開小家或敞開小隊 我現在還在找一個比較好的名詞 我覺得敞開特工隊好像可以不會跟小組衝對不對 那我們總工級的時候要出級的時候 哇 特工隊三月開始 啪就大家通通通來同時起步對不對 六月我們就收割對不對 我們再辦一個歡慶 哇 那不一樣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零星的打零星打游擊戰 可以 就是上帝感動你 就把你抓進來 懂我意思嗎 他是非常彈性的 不是說就這樣 這個是跟大家來分享 好 我現在大部分 因為其實他其實在這個講義裡面 在我們的這個書裡面都有 每一個禮拜你要做什麼 請大家好好讀一讀 不要省略任何步驟 你說這有什麼送小禮物 送小小禮物 小禮物跟小小禮物有什麼分別 你自己決定 真的 這個只是為了區別 就是告訴你說送不同的禮物 懂於是嗎 就是你也不要送太貴重的 千萬不要送貴重的禮物給他 那貴重的禮物要什麼 要送的時候是在後面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說你們回去 一定要在二月份 我現在二月 我們今天就上課到最後一次 你二月好好讀一讀 我希望你要能夠讀 把它讀不懂都沒有 我反正每個禮拜都在教會 你碰到我你就跟我說 牧師這個是什麼意思啊 隨時的都歡迎你來問我 我想就是說給大家一個空間 一個機會 因為不願意做 那我想你們好好的禮拜 不過現在呢 我現在有一件事情 要請你們大家配合一下 好不好 你們現在如果只有兩個的也可以 那有三個的也可以 有四個的也可以 我想說我們因為人不多嘛 我們兩個也可以 你自己決定 你有沒有想過 你想要跟他成為一個敞開 特工隊的一個team 一個團隊 那你們就坐在一起好不好 現在給你們三分鐘的時間 這個實在不是說 你們就是要跟他了 沒有 這是在上課練習而已 不要緊張 不過你們青蟲 就是坐在一起就是team了 你們就是這一次就要分好 然後把名字寫下來 然後把名字寫下來 來 盡量說 來 先來 疑惑的 或者有哪些心得 重點是心得 我現在有哪些收穫 一句話就好 一句話就好 不要太多 然後要派一個代表 派一個代表上來分享 你要會整合 一對一張 對 一對一張 一對一張 有人沒有帶 對 我沒帶 我也沒帶 好 我們今天在開始 給大家 一組一張 十分鐘好了 十分鐘好了 一組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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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或是 然後 心得晚了以後 對於問題可以提上 有兩組 這是心得 和問題 上課的心得 跟問題 都說一整一句話 這四次的上課心得 跟問題 那有什麼問題 四次都有到的幾首道 是大家怎樣 好 手放下 很好 但是因為我們四組 所以沒有什麼影響 正式的 等一下會給 等一下再來說 再來宣布 如果要特別做廠開的話 我的社親沒辦法 目前都還不行 對 所以你就不要做社親 你就去做大專就好 而且是 先做細胞 當然你再做大專 就是廠開做大專 然後 他們都可以大 就是細胞小組有維持 維持 對 如果再做廠開 頂多多出大專 對 或多社親 對 那如果有國高中 可能就是歸你們廠開 那你們 讓他們要去帶廠開喔 不是都 又歸在這邊 重點就是要國高中 他們在他們的學校做廠開 大專在他們學校做廠開 不累 按一下不累啊 來快點 你剛剛說的不錯 邊學習邊做 我就是親進去 對對 你剛開始第一次分享的 很好 我就是說 細胞小組跟坦海小組 就是本來是一個團隊 說團隊說 這已經坦華都差 都是 就是從一個 公平是 公平是小組 你以後裡面 挑出幾個 要出來做坦海小組 的學員 有很多機會 我們想像不到 那再來 所以就只有練他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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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小禮 做聚就開始 常會聚會 好的嗎 後對一 後對一場 就 心得先寫寫好不好 固定 關事 對不對 所以 注意 小組就是 我們去陪他 然後一個兩個三個 我們帶起來三個人 一個小組以後 然後每個禮拜 公平他 他不要動很多 他只要照這樣子做就好了 所以以後我們正式上課 對不對 第一說 欸 你開心嗎 你看他裡面是講 書 他原來發的是你幸福嗎 那我們可以講 如果對學生 我們都講 你今天開心嗎 你為什麼不開心呢 為什麼不快樂呢 找小弟很容易帶他 找小弟很容易帶他 我怎麼 你怎麼 以前你怎麼帶小弟 你怎麼帶小弟 比他狠 比他狠 你比他狠 你比他狠 他就會想要來跟你在一起 但是當然在生活上你要照顧他 我都不用了 我都不用了 我跟你講 你就跟著我走了 因為這個 有些催眠的東西在裡面 你懂我意思嗎 其實 只要我們有天天讀聖經 你就不會被催眠 天天讀聖經 你的心理的健康起來以後 你根本就不會上這個 不會上這個當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學習 好的我們可以從這邊開始嗎 我們來掌聲來 歡迎 誰要來上台報告 來 這個要上台 你的心得 還有什麼疑問 我們都在這邊跟大家來分享 各位平安 這四周的課程讓我們 簡準的知道 傳福音要策略有系統 要有三到四個人 最重要要有神的啟示 聖靈的帶領 我們首先要提出名單 然後禱告 選出ABCD卡 然後選出固定的地點 以及時間 這樣子 好 有收入 有收獲 有聽進去 不過要去做才知道 請你們填一下 填一下 好來 這邊 謝謝 很謝謝那個劉牧師的教導 就是那個敞開小組 還有細胞小組 讓我們知道 如何敞開 還有什麼叫做細胞小組 就這個禮拜天 那個鳳恩就是鳳怡 他帶了一個新的朋友 那我們就跟他約了 這開始要敞開小組 就是二對一 我們兩個人跟一個新的朋友 那個新來的朋友 叫做李祖恩 我們就跟他約了這個禮拜二的晚上 就七點半 剛好我們三個人的時間 都把他 都把他 都配合好 都把他敲定 就禮拜二的晚上 我們就三個人 就開始做敞開的小組 就是二對一 就是這樣子 謝謝 好 後面來 大家平安 這次堂課讓我們學習到說 敞開小組怎麼進行 裝備我們 因為我跟我們妹一起參加 雖然我們目前還沒有 敞開小組的對象 因為我們周遭的環境 還有朋友 就真的是很 我們自己的家人也是很反對 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所以我們自己本身 就覺得說 我們有很多困擾 如何去做見證 我們自己的生命 生活上 都已經很多的一個困擾 有時候真的很難去做見證 但是我們很高興 可以這樣子來做裝備 那我們相信說 以後在進行的當中 我們也知道說 怎麼去進行 也知道說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支柱 就是劉牧師在這邊 我們可以隨時來請教 所以我們覺得 這是我們最大的收穫 謝謝 好 他們會有一個問題 難題 就是說因為他們自己本身 家裡都還沒有信耶穌 對不對 然後他們又要去敞開 然後真的是會有困難 其實這個困難是一定會有的 但是你擔心嗎 這是一個問題 然後呢 他們因為 比如說他們是姐妹嘛對不對 好 那因為他們必須要跟別人合成一組 敞開的時候 那才能夠做 比較好做一點 因為有些時候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認識的人 我跟他傳福音很難 對不對 但是呢 因為四個人的時候 我介紹朋友 給他們認識 對不對 那他們呢 他們呢 就跟他傳福音 傳福音當然有很多種方式的 對不對 像我過年的時候 我們是怎樣 你家有家庭禮拜 我們來做家庭禮拜 然後唱詩歌 就在家裡 到家裡唱詩歌 然後見證 今年我們感恩的事情 然後呢 我們未來一年 我們相信上帝 與我們同在 我們一定有信心 我們相信 然後因為有別人 都沒有信耶穌 他們就看 還不錯 然後介紹我們去跟他 父母親認識 對不對 那我們就在這個認識當中 我們就切入了 切進去了以後 然後他說 好好好 不然我過年過了 我還沒叫他要受洗 他就說 那我要受洗 那是聖靈的帶領 有些時候 我們自己的家人 我們真的也是很難傳 我上次有講過 我媽媽 他必須要靠別人來傳 我們跟他傳 也都傳不動的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要敞開小組 那我所謂的敞開小隊好了 因為其實還是細胞小組 因為真正還是在細胞小組裡面 那能不能把你的新人 帶到細胞小組來 我現在再問一個問題 你們要誠 我一定要誠心這一點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但是呢 你一定要在成熟的時機 我說過有兩種 第一個就是我們大規模的出擊 另外一種就是靈心的攻擊 靈心的時候我們邀他 我們請他吃飯 他來了 他願意來了 所以你平常就要邀他 平常就要邀他 但是你千萬不要直接邀到教會來 因為你一邀到教會來 他一下子就不適應 但是如果你平常在邀他的時候 他關心著 關心著 拉著就好 那個線拉著 對不對 有一天他 聖靈感動他說 帶到小組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對不對 但是你的細胞小組 要反應要快喔 細胞小組 通常我們細胞小組 一有新人來的時候 我們就改成敞開小組的方式 不要再用我們的方式再做 懂嗎 但是如果今天這個禮拜沒有新人進來 我們怎麼樣 我們就用5W 如果有新人進來我們就有4W 就這樣子